这是有套略啊 首先这是麻痹敌人 强光我还没发现 再次寻找更多的蛛丝马迹积累证据 而且同时自己的孩子已经高二 一年以后要高考 如果现在家庭内部起了纷争 有可能影响孩子高考的成绩 这都是套略啊 讲了以后要影响我孩子的讲了一切一切事 我别这事我忍了就忍 这是13年 这是13年下半 对赵先生 这个我来问问赵先生 当时这个给你发短信的那是什么人 是认识的一个女朋友阿丽 在哪里认识的 你这老婆给你管这么紧 你还有地方认识人呢 我经常出差 我介绍了个公司 给一个搞建筑的一个老板开车 然后呢 经常出差在杨州有个项目 谁给你介绍的工作 你没说清楚 谁给你介绍的工作 我老婆的一个发小 你的工作还是你老婆介绍的 但是这工作经常出差 对 在杨州一个月要来一次吧 最少 然后来了以后 老板经常在外吃饭 中有个女的叫阿丽 这样认识以后 吃饭局吃完饭我就送她 我开车嘛 然后一来二去 13年的时候已经开始喊老公了 就说明发展的很快啊 那两天整天在杨州吧 在外边一个人也挺寂寞 有的时候在一块聊天 就关系比较近了 明白了 来杨女士 你接着说吧 最后呢 一直忍到女儿高考结束是吧 对 在这中间还发现了什么 还发生了什么 在已无年4月份 我这个突然有一个电话 打在我手机里 一个陌生的电话 他就说 你怎么还不离婚啊 找上门来了 你还没 你老公应有和我好几年呢 你这样还没动手呢 对方打上门来 是吧 我一开始了陌生的电话 我说这是谁啊 他就哭了 说了什么 就说你怎么还不跟老公 你怎么还不和老公离婚啊 我们应有在一起 和我好十年了 你就是个躲鱼的 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对 我想还有一五年的8月份 突然有个发了个短信 说我又来几年 我没在某某某地方开放 你来吗 他说他还用脱身的那种 脱身的那种 不愈给我发短信 你来吗 说他在跟你老公开放 然后还把地址和房号 就要告诉我了 就等着你去抓 你来吗 我说好 然后呢 我穿上衣服我就走那去 你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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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么几个问题 我想先问一下 赵先生 他在给你老婆打 第一个电话的时候 你知道吗 不知道 打之后你知道吗 打之后我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就是等所有的这些事情 全被撞破了之后 你才知道 他从你的手机上面 背着你 拿了你老婆的电话 给他打了电话 对吧 我都找好宾馆 起来找好门的 他还不知道你 他给我开点门 走 他都不知道 他这个傻瓜 你被这个女人 设计的好惨 他喝 他灌 你不烫了 给他 对失败的 就叫了这么一个女朋友 他的心思 走在这个女龄身上 给民都不在家庭了 然后 还有 给她 Bloom - -